中華新華美學館為了提倡的蘇新華報企劃 特別邀請中華館蘇法學會一百多位蘇法民家 以音樂方法為主題 勝台基盤 尼都蘇法連電 總共電出一百空八件有傳統 創意 立體度完有個峰會經濟蘇法作品 大家鄉親 鄭翁欣賞 蘇法是一門非常有特色的當風傳統的技術 一旦順水脈夠薄為美財 雖然是很簡單的創造形式 但卻是有不這樣藝術創作吉卡 就算是民主新興科技普及化的挑戰 蘇法已經漸漸熄成了使用新的功能 但藝術價值卻是越來越敏騙 這次常有電欄跟現場沙摩比率的創成和老書標誌 學會構成基盤考慮蘇法鋼澤 演示電欄跟沙摩比率官模頂頂活動 互相交流成長 蘇法協會成立以來 就是一直在推廣我們彰化線整個蘇法風氣 帶動大家對蘇法的學習 大家互相切磋琢磨 隨時都有一些例行性的聚會 我們固定每年也都會有一次的聯合展出 現在更是配合這個比賽 我們每年在九月份都會舉辦一個復委杯的蘇法比賽 用意就是要推動整個彰化線 甚至整個台灣的蘇法風氣 我們這次每個社員就是會員 每個人就是拿出自己的代表作 像我這一件 其實我這幾年努力的方向就是說 自己寫詩自己寫聯來呈現 用自己的筆觸去表現自己的感受 希望說能夠把自己心裡的感覺具有筆端表現出來 當然我們都是在學習的階段 我們都是互相切磋 希望展出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中華館司法學會生日已經25年 專立推動中華館司法團成 希望透過以王家方法為主帝 年度司法練典 一來可以依蝕回憂 聯絡感情 再來可以整共建文 互相交流 提升創作水準 활用傳統中華文化 新中華新聞 白明琳 中華蔡宏報道